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64集 出头鸟 虾 正说着 小四子突然抬起头 展昭和白玉堂都看他 前两天晚上 我和九九他们去宫里 黄黄跟九九说了几句话呢 说什么了 小四子学着赵真一罐温吞水一样的语调慢悠悠说着 黄叔 每个江湖人都会金盘洗手的吧 闻言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朕要不然设个金盘洗手节什么的 让他们挑个良辰吉日一次解决了 别三贴两头搞得黄城刀光剑影的 展昭和白玉堂心下了然 原来如此 赵真对贬胜把金盘洗手搞得黄城来 还搞得天下武陵来开封大集会这事情啊 显然十分不满 近几年久无战事 江湖争名夺利也开始盛行 江湖人风头越来越近 这对于赵真这个皇帝来说可不是好事 正好高和寨又是天下第一的大战 赵真这是要自己的兵马敲打这些江湖人 让他们规矩点 低调点 今天高和寨无缘无故架起了 那么一座通天类就是撞刀刃上了 龙小广刚才让他们别掺和 是怕他们卷进去 反而不好下手 赵真有打压江湖门派的意思 没见几大武陵门派掌门一个都没来吗 事先收到疯了 也许吧 虽说放眼天下接江湖 但江湖无论如何也是在江山里的 赵真是接受了百年前天下大乱的教训 任何一点苗头都要先浇灭 高和寨成了出头船子 白玉堂手指都轻轻敲了敲桌子 突然笑了 展昭看他 人笑 你又想到什么了 白玉堂轻轻一扬眉 看展昭 展昭拖着下巴跟他对视 是 贬胜好歹是我外公齐名的高手 人也不蠢 我知道他干嘛要打这个台子了 哦 他是来选接班人的 对吧 展昭惠心一笑 白玉堂也笑了 这猫脑子果然也是赚得快的 就点头 选寨主不是功夫好就可以 这一点贬胜比谁都清楚 哼 所以今天谁能处理好当下的局面 既不进一步激怒朝廷给赵真灭了他们的借口 又不是他天下第一寨的威名 谁就有资格去做他的接班人 无论是江湖比武还是沙场比拼 兵刃相接前的对峙阶段 可以直接看出双方战力的差距就好比现在 高河寨别院大门口宽阔的空地上 高河寨的高手陆续走出来 站了不少在门前 而与他们起步之遥的地方 是大概两百左右的黄成军兵马 还有欧阳少征和龙桥广 双方人马都不多 黄成军分成两边站立 一边一百 黄成军都是欧阳少征的兵马 他带了也有两年多了 其中一百都是高手 另一百是龙桥广帮着训练过的弓箭手 两边的屋顶上站了大概有八个影位 暗地里还有一些人马 人数不多 不过即便是这样 双方隔着街道一站 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出气势的差距 高河寨虽然高手不少 但贬胜没出来 而欧阳少征和龙桥广都是带惯了兵马的 通常好的将领都有个特点 哪怕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 身后都感觉跟着千军万马一样 骑在马上可能更可怕一些 反正站在平地气势也不弱 后边的酒楼里围观的人不少 食客们也不是傻的 不少练武的都知道情况不妙 高河寨跟黄成军对上了 楼上 展昭靠着桌子 望了望下面 摇头 高河寨出来的看着都不是什么当寨主的料 白玉堂也摇头 练武之人气势是相当重要的 江湖人再怎么厉害也最多干掉过几个人 打赢过几次比试 如果有人宰掉过上百人 那就算杀人不眨眼了 武将则不然 欧阳少征和龙桥广都是大漠上杀敌的 死在他们手上的人估计得上万算 不是说杀人多就了不起 毕竟将领杀敌也不都是靠自己 可在气宴上和杀气上 就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哎呀 气势上差了一截 高河寨还有没有其他高手了 白玉堂示意展昭看门口 展昭朝着大门口望过去 就见白木天和扁方瑞走了出来 还有另外几个负债主 展昭扫了一眼 胳膊轻轻一撞白玉堂 不是我说啊 并排站在一起往外走的时候 白木天比他们都要强一点的感觉 这打又打不过 一对一的话 除非扁胜亲自出马 不然这里头没人能打得过欧阳少征 就算一起上 龙桥广硬弓都带来了 今天就能拆了这座别院 他俩脑子好使还蔫坏 说话做事都不会吃亏的 高河寨有能对付他俩的人吗 下面 扁方瑞对二人拱了拱手 二位将军不知何事得罪 还这句啊 扁方瑞没有想象中能干啊 白玉堂则是观察了一下白木天的神态 微微地皱起眉头 伸手摸下巴 怎么了 白木天的确对债主的位子 没什么兴趣吧 说起来 白木天有什么嗜好吗 白玉堂微微一愣 看展招 人总有点什么喜好的 白木天平时有表现出 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吗 白玉堂想了想 摇头 大概我没留意过 不过他好像是没什么明显的好恶 楼下 欧阳听到扁方瑞的话 伸手一指那高高的通天类 开封城严禁私斗 更别说危险性这么高的通天类了 拆掉 展昭看四周围 就见聚集过来看热闹的不少都是江湖人 表情各异 幸灾乐祸的居多 此时江湖各大门派汇聚 如果高河寨说拆就拆 那以后必然成为江湖笑柄 虽然这种行为很幼稚 但江湖人争来争去又没有俸禄拿 还不就是为了个面子吗 但如果动手打起来 打输了更丢人 而且不好收拾 展昭和白玉堂默契的对视了一眼 欧阳和龙乔广是有备而来的 高河寨要怎么应对 如果这场面都能给顺顺利利的糊弄过去 那的确是人才了 小四子挪了挪屁股 爬到桌子上往外瞧 展昭伸手抱他回来 放到腿上 你看什么呢 妈妈 小梁子有机会再跟贬斯打一架吗 展昭和白玉堂都略惊讶地看小四子 这个时候 嗯 现在人多呀 小梁子要赢回来 当然趁现在 再说了 小梁子本来就没输 展昭和白玉堂都挑眉瞧着小四子 还真是向着他家小梁子 护短这点应该是随公孙 玉堂 如果你是高河寨弟子 你会怎么做 白玉堂想了想认真回答 立刻退出门盘 展昭还没乐 小四子先被逗乐了 让茶水呛了一口 小拳头垂着胸口直咳嗽 展昭边给小四子揉揉背 边瞧着白玉堂 你竟然学会逗闷子了 你说你是不是假笨了 众人正聊着 就见小四子突然一抬头 小梁子来了 展昭和白玉堂往窗外张望 没来啊 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一起回头 只听到砰一声大门打开 一群小孩涌了进来 正是萧良和那刘家五兄弟 后头还有天尊殷侯 公孙赵普 以及南宫记和歌青 展昭和白玉堂都纳闷 这俩好像不在常规编制里边 怎么跑出来了 只是还没等两人疑惑完 就见最后赵真穿着一身便服溜达进来了 展昭和白玉堂又对视了一眼 一起转脸看赵普 赵普一摊手 赵真难得出宫一趟 再加上有热闹可看 因此心情甚好 靠着窗户往外望了望 怎么样了 高和寨准备怎么对付这那两员虎将 赵真话刚说完 就见欧阳少征和龙乔广突然一起打了个喷嚏 展昭和白玉堂再去看赵普 赵普接着摊手 表示他也没辙 事实上 赵普也不想趟这浑水 不过既然拾君之路 自然要为君分忧 赵真不想武林人气焰太甚 也是有道理的 可眼下这局面的确是进退两难 特别是高和寨的人 不打没面子打起来捅娄子 贬方锐以及高和寨其他几位弟子也很无奈 虽然很想处理好这件事 争取债主之位 但苦无对策 实在是想不出法子来 最后 贬方锐看了看白木天 白木天站在人群之后 脸上表情倒是轻松 显得并不关心 赵普瞄了一眼 不解的看白玉堂 其他人都是一脸凝重 你这兄弟怎么一脸的事不关己 他对债主之位没兴趣吧 这里面有白兽侠的兄弟 一旁 小四子跟他说白木天是白玉堂的远房亲戚 便指给赵真看是哪一个 赵真看了一眼之后 N了一声也没做什么评价 不过白玉堂和展昭却是很在意 赵真那个N的发音 总觉得有那么点意味深长的意思 在里头 最近啊 很多人跟我抱怨 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 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 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 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 关于游戏嘛 我不一定有发音权 但办法还是有的 京东618活动 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 各类行业监货都能轻松看到 罗技的键盘鼠标 雷神的游戏手柄 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 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 领取京东618红包 边听边领边领边买 这样的优惠 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 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 可能预售更优惠啊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